香港住屋供应一直有需求,新界,尼岛的土地甚至明日大鱼等大型发展迟迟未能落实,暂时只靠一些散修修的项目来止渴,上回提过插针楼,即是在市区的旧楼,好不容易传动卖青重建,无奈地盘实在太小,只能向高空发展,见出一些格格不入的迷你楼, 在同区旧楼中突出一栋新楼与形态如插针,影响全区格局之余,新单位又小又贵,搞收购卢斯洞仲往往需要十年或以上完成整个规划 收购,建筑,最后落成但得出的单位数目通常不多,效益不将,理论上如果能一次过收多几栋旧下重建更好,可以灵活建造比较舒适的单位 当然最重要是让小业主可以合理价钱上楼,但世事又怎会如此理想?市区从建局作为一个法定机构 一直有收购旧楼和建造合理价格房屋的使命 今年有好消息,将有八个项目完成清场及相计招标 不者特别留意当中有个小型项目,看到市建局努力加快建屋的心思 位于大角咀像树街,埃华街的项目,落成后约有115个单位 正因项目细细,可采用预先招标的方式重建 即是旧楼清到那么上下,就筹备招标程序,提前让发展商设计 尽早提交图則与政府部门审批,然后施工,开售,市民就可快点置业 预计比平时快一年完成,市建局自己也受惠 既快点收到前期款项,又可因应市况及进度做好预算 加快重建步伐,要达至这多赢局面并不易 市建局要全面了解每个项目的工序和空间 并非每个都合适预先招标的 都有合适项目又要花狠大心力推行 大家要明白,机构没有死姑姑地跟随以前的做法 往往面对不少挑战,看此小小的一步 我却看得大大的心思